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邦我好 我是靳晴 首先有关6岁女童廖家慧失踪后寻获的案件 柔佛州总警长胡马表示 女童母亲未面对财务纠纷 而涉案者也并非女童父母的朋友 警方将是调查情况与需要 在决定是否在两男两女嫌犯明日延扣到期时 让私人或警方口头保释 至于另一名把女童带离柔佛州 在雪州巴东家里被捕的34岁男子 延扣妻则于7月29日届满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警方今日在柔佛州警长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强调 警方严正看待此案 尚在深入调查此案细节 以及调查嫌犯干案动机 古马说警方仍在调查 廖家会如何从新山被带去雪州巴东家里的过程 他呼吁各界保持耐心 让警方有时间查案 并且承诺一旦警方进行了完整的调查 或有最新的进展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说明 他表示警方在接获投报后立即采取行动 并且能及时安全巡回廖家会证实柔佛警方保卫安全的实力 同时他也感谢所有提供情报 协助警方及时破案的民众 接下来 柔佛州大臣拿独翁哈菲兹 今日在脸书贴文中指出 他早前接获民众以及古来卫生证所管理层的投诉 于是决定在今日一早突击视察 以确认问题症结再寻求方案解决 突击视察后 他发现针对古来卫生证所接获的许多意见 并非子虚乌有 他承诺会协助改善现况 相关投诉包括诊所车辆出入口拥挤 诊所停车位有限 且停车方式杂乱无章 后诊室的移植、风扇等设施老旧或损坏 诊所的每栋建筑都没有连接走道 缺乏设备如S光机和超声波机等 温哈菲兹指出 古来卫生证所每天平均接待超过1000人次 不足以面对古来地区的人口 因此早前已有人建议 在当地建设多一个卫生证所 以减少拥堵 他表示 了解各方面情况后 州政府将尽力协助解决香港问题 同时当局也会与卫生部配合 以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以便柔州能提高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居卵 近期有一群来自国内外的艺术爱好者 穿梭于大街小巷 通过速写记录居卵的点点滴滴 并把作品集合在一起 促成美丽居卵旅游速写群展 让民众感受居卵的魅力 上述展览由居卵管日子 与My Art Space俱乐部主办 并且由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 与明吉摩州议员州中信办公室 分别赞助4000新元及2000令吉 郑长阁与林安生为上述展览负责人 他们希望通过速写的方式 带动本地的艺术旅游 引领本地及国外艺术爱好者 近距离体验居卵人的人文特色 此次展览者包括居卵部瓜化市院长 石年英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校友联系处负责人 黄惠玲 亚洲新闻台平面设计师宋静怡 插画家省成之等 展览将在这个星期天结束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把握最后三天的时间 从早上11时至晚上8时 到居卵馆日子楼上参观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新洲网